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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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通報毛》 星期六試車直播 直播的主角車 剛才大家在鏡頭也看到 叫什麼車 Mekane S Mekane 西班牙試車 這輛車 新款 是一輛比較明顯的 《歐通報》中期 我們由車頭講起 《歐通報》 《歐通報》之後 最顯著車頭的分別就是 四眼LED 我們講過很多次了 基本上整個保時寺 家族的車都轉了這種燈 其實車頭的變化不大 反而最大的變化是車尾 那車尾呢 就用了 都是近代武士的 那個 那個家族的設計 就是一字 擺開 好 立刻看看 一字型的 是 上製西班牙 試車的時候 都跟大家講過了 還有下面的泵飽位 都是再 跑一點的 例如好像這些 打直的出來的 這種的氣流 的設計 還有 這裡的保時節的字 其實是特字來的 靚仔一點的 看來是骨子塞 不過大家要注意一下 剛才迪sir想開尾箱 找來找來找來找不到 那其實呢 要開尾箱呢 就只有兩個辦法 一是在車頭 駕駛直那裏 一是呢 就用remote 不過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如果車是 開著引擎的時候 你是用remote 是開不了 尾箱 一定要在駕駛直 右邊的那排 才能開得到 要關了車的時候 才能用remote 才能開得到 那就保障安全 是 那 有讀者 Karl 就疑問 為什麼車尾 無端手抽開門呢 我相信是 因為有些歐美的國家 如果你在市區停下車呢 那就可能怕別人 一抽起 就拿你後面的東西 我覺得好像是這樣 也有機會的 但我就因為 因為其實不是到到 治安都好像香港那樣 那尤其是 我們也試過的 有行家就是去 發覺試車 接著在巴黎市中心 塞車的時候 忘記鎖門 當然他開車會自動鎖門 但是中間呢 自己 unlock了 就是停車的時候 可能想下車 或者塞車 誰知道上車 就沒有留意 可能就是這樣 被一些電單車的 攝匪 發現了 原來你開了那個門鎖 接著準備開車 之前呢 他很聰明 他不會馬上過來 他就等 轉燈了 沒有塞了 你準備走了 你開車前那一剎 然後他就 拿了電單 然後走 他就走 沒有仇報 滴Sir 去看看 那個尾箱 其實都 都幾大 就是在外面呢 看入 就是看 看 其實 不覺得他的尾箱那麼大 但是一打開了 那 就 還有兩層 那這裏都可以擺到東西 都幾深 我想都可以擺到兩輛 年輕人的單車 做 小朋友 老爸那些呢 最擔心這些 我在想 可不可以裝 兩個大的寄倉行嗎 這個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這樣兩邊擺都一定可以 應該可以的 因為有時候旅行啊 買很多東西啊 那大家 覺不覺得這隻顏色呢 很sharp 那這隻顏色呢 其實有個名字 叫Mumba Green Metallic 那就 Mumba 其實就是 一類蛇的名字 那我好像說是 眼鏡蛇科的 那這個我就不懂 你現在要問一些 狄Sir 懂不懂 有沒有讀過 心樂學啊 哈哈 我心樂學是讀到中三的 因為我選修文科的 那 那 旁邊的線條 就是這樣 那 其實 現在來了香港 還有MECANN的COPAY 那就是 就是 斜背一點的 那 但是我們看看正常版本 就是普通版本 那這個MECANN呢 其實 旁邊看呢 因為他很聰明的設計呢 就是尾窗 尾窗那個位呢 向下 就是斜的時候呢 感覺上 車呢 都是逃避了很多的 那 尾45度 他就看一下 那其實 都會看到呢 那車就是 在這角度呢 那都看到呢 其實 都很跑一下 那 那 那 CAMN本身都是針對 比較年輕一點的用家 還有 未必需要是 好像 CAYEN那樣大架 都漏了一件事說的 是 因為這次 因為這次 斜背後呢 其實 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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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們現在 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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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處就是前座位離地距好一點 鞋頭 鞋尖可以放進去 變成還可以坐得好幾 這裡差一點 未去到 即是好像家裡沙發那樣 不過如果來到這裡 你會覺得很窄 那個感覺 是 那 座椅 這裏有得 滾下來 那這裏 預料可以 選擇可以裝一些 這些質地呢 我就試過 真是很詭異 即是呢 你怎樣砍呢 它都是黏得你很緊的 雖然這些位置呢 不是說很包得你很厲害 但是因為呢 它的物料呢 會令到你 那些物料呢 會令到你 會很絕 就不會說 左飛 右飛 這樣 那我們都看一下前座的情況 那車輪裡面呢 前座的變化呢 就 不算太大的 不過呢 有一樣東西 很有趣的 它 它 因為 面前前呢 其實 這個12W 這個 Power Outlet 就放在這裏的 即是放在這個位置 但是這次呢 它就轉了上來這裏 就 不知道它的用意在哪裏 那變了呢 你這個位呢 以前呢 就 譬如可以放到一些散紙呀 或者一些碎濕濕的東西 但是 你放在這裏的時候 如果你用呢 你就好像有些好像又不是 那麽方便 好像不是那麽合理 那麽 咯 我們來撻車 聽一下引擎 那這副呢 就是 3 公升的 V6 那一會兒會再介紹一下引擎到底是怎樣的 那咯 我們看一下這邊這個標板先啦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已經展示了出來 開車也是啦 中紅上面的蘋果也是出現了一個標板 那我們可以看到 因爲這個MECANYS就是 全個系列都是四輪驅動的了 那這部也是啦 這部MECANYS 那這裏有一個TOSPRECT 那它呢 行車的時候呢 一會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就會看到呢 前後驅動的比例分佈 那這樣呢 剛才我們試過呢 就 大部份時間其實都是以後輪位主 是的 後驅為主 出道輪就是少些的 我想其他還有什麽要看呢 譬如我們看到一個胎壓啦 嗯 這些行車的資訊啦 啊 導航啦 特别在这里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有个 Sport Corner Package 包裹 如果我们看它 individual 这里 可能大家就会问 中控台这个位置 看不到可以调校 如果在 car vehicle 又看不到有调校 然后在哪儿可以调校 因为我上网 别人在外国的网站都这样问过 我们只要在这个 information里 按 vehicle 这处 然后呢 这里 其实有几样东西 我们平时 的达硅 如果你要查一下 引擎够不够油 我们多数要打开头 拿一把尺 但是其实在这里 就不用弄髒的手 可以看到 然后 这个就是车速的Limus 这里是Setting 里面大家会看到 Individual 其实因为这辆车 比较粗一点 不是电子懸吊 变成了调校的东西 相对少了 只有Sport Sportputs 和引擎的Auto Start Store 变成了 其实好像 调不调都没什么作用 因为 本身这个按针 已经可以扭到Sport和Sportputs 我觉得 如果这么快的情况下 其实Individual 是没什么作用 但是画纸 告诉大家 又不能说很差的 没有了气压避震 没有了气压避震 所以这里 其实没有什么玩的 仪式做的 只不过 告诉大家 在这里可以调调的 好 迪sir 我们开车 好 其实前座 其实前座 空间 会比后座 阔落一点 不是说 后座特别窄 而后座 Mekan 都是小车 小SUV 所以后座 空间 和它的卖点 是什么 其实Mekan 有几款型号 标准型号 标准型号 就是Mekan 接着我们今次试 这款 就是 不过我先说一说 标准型号的Mekan 其实是比较不同的 用那副引擎 用这部直四 2,000 两公升的直四引擎 就行这个Turbo Charge 但是Mekan S 一跳到Mekan S 今次这款 就是3公升的V6 就是Twin Turbo 和旧款 FaceSafe前的引擎 就不同了 因为有些改动上面的东西 我们会在文字上面 再交代 再高一级 首先就是Mekan GTS 接着就是Mekan Turbo 和Mekan Turbo S 除了标准版 是用直四 其实全部都是用V6 我上次去西班牙试车的时候 现在的厂方就是 一推出的时候 先推出Turbo 和Turbo S 所以我上次 那两家都试齐 那两家都试齐 主要是试V6 3.0 这次就变成了这个 现在都是V6 3.0 对啊 Type S 我觉得它因为悬挂 其实不能调校高低 就是一个标准的设定 但是我觉得呢 如果标准设定来说 走市区的路 尤其是我们在走这条 铺装不太漂亮的山路 我觉得是有一些标准的 我作为盛客 反过来我觉得 因为这些电路 我们都试过很多次了 其实是特别弹跳的 还有很多渠盖 经过渠盖 就不弹了 大家可以看到路面 很多一片片的 就是这样的 来到这点就好一点了 没有了那么多步 就立即没有那么准备 不过虽然它是准备 但是呢 你都不可以不佩服 保时捷底盘的调校功力 就算它是椅子 但是它不会跳的 整个车 它是吸得很四平八稳的 就是保时捷最厉害就是 你一坐上车 就算这部SUV 你都觉得有一个很炮车的感觉 这个呢 强烈程度呢 我都试过很多款SUV 但是真真正正 可以给你有一个很跑车的感觉呢 就真的 只是保时捷可以做得到 那保时捷本身就是 在赛车场上面 都很久的历史了 那很多赛车上面 学到的或者是经验 都可以用在旗下的座架 当然其中一个最受惠的 就是在悬挂的调校 和引擎的调校 那这些就是 为什么一间跑车厂 出到的SUV呢 都好像一个跑车的感觉 到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 主要的影响 那现在保时捷继续 继续在赛车场上面 继续有参加比赛呢 目的都是继续拿这个数据 和这个经验技术的 所以有些读者 问过一些问题 哇 它和Audi 其实 用同一副底盘的 哇 但是Porsche 买贵了这么多 会不会很不划呢 如果你这样想 我觉得 你不妨去试一试 保时捷 你就会感觉到 因为口说没用的 你要真身去试 你就会试到 那个分别是很大的 尤其是 如果你 原本是Audi 的车主 你对Audi 的SUV 已经是有了印象 你去试一下 试一下 保时捷又好 或者是其他 反过来 就是 就是 宝马的SUV 都是跑一点的 因为宝马本身的设定 都是 就是 把跑车的元素 就是 驾驶人的感觉 摆重了 不是说 100% 但是起码比重是多一点的 虽然 其实椅子的腰翼位 就不是夹得你很紧 遇到一些身形比较大 是的 但是因为它那个物料问题 它真的 拿得你很紧 就是 转弯的时候 不会说 左摇右摆 那这一款 Icon Tower 的 类似反驚皮 这种 或者驚皮 这种质地 都是拙住的 那本身都是在赛车上面 常用的一种 就是 物料 物料 那变了呢 就是 保时捷都会将一些 在道路使用的普通车款 都会加了这种物料 那就是可以拙住 有时呢 在态盆上面都会加的 那就是 令到态盆都会拙瘦一点 是的 那变了 这款呢 就是普通的 光面皮 始终都不是预讨你 下车日 不过 我就认为 那个态盆 因为这个态盆 其实也是GT Sport 我觉得 手感其实不差 不过我认为 这个环的厚度不够 你是手大 是吗 我觉得女生就OK的 女生反而厚度大一点 女生就反而駕得比较辛苦一点 那她也预讨了有男有女 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好 我们先调一调 我试了转慢一点走 到我地上车 下车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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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要踏车 因为你带着那条车先 都没关系的 下车的时候 总之下车都会停下车 安全 下车系统 又好又不好 好当然是 安全 省油 对 好 好 刚才说了 其实今次转了这辅新的引擎 虽然它的CC 和气缸 都是一目 数目都是一样 但是 它的马力和扭力 其实就加大了 马力方面 就大了 比飞机前 就大了 14匹 那现在呢 就去到 354匹 那 你说 是不是很大的 那个转变呢 那 其实我就 只要可以在 起步那里 感觉得到 但是 其实你去到 中段尾段 我又觉得 其实差不多 分别就不是太大 这个也是中期转款 是的 要大的 就要等大转款 其实我想到 好像差不多 因为这部车 我就觉得 Turbo 和Turbo S 那个 Engine 的Performance 是明显很多的 嗯 因为这部车 是没有Turbo 即不是Turbo S 不是大的 输出 如果Turbo S 我想要去到 460匹 应该 应该 450-460匹 那 对上 在海外试车的时候 就是Turbo S 在山路上面 其实是很激昂的 嗯 而且 那种跑车的味道 现在这一架 用普通模式去驾 基本上 就跟一架 好像 普通的SUV 那种 倾向舒舒服服一下 很简单 轻松 可以驾驶 那种情况 就类似的 你也不需要担心 这架车是很难控制 因为 例如看位 这些 例如三角窗仔 这个到后颈 你看后面 三角窗仔可以看到 多些路面 转关抹角的时候 你会更加 对视野 是有信心一点 那 在山路上面 那这两个 側面的 细三角窗仔 其实都蛮有用的 好了 好像有 我刚才好像看到 有读者问 那个 载盘的手感如何 的sir 刚才你 就搭载了 你以为它太幼 那你呢 那它是 比 跟其他的保持车款 比 它是有新一点 但是 我们经常都说 其实驾驶习 习惯 我们其实都是用 劳心押着车盘 即使你不 跟着车盘 这样 推着车盘 你开车的 动作 会更加平均 因为你不会因为 你如果窄关 以为是 担着车盘 你很用力 这样 摔着车盘 那么 这个车盘 就很容易 不自觉 当你楼台的时候 你就是 身 跟回转 这样转 鞋子就彎起來 自然對駕駛試駛沒有這麼正宗 譬如我這樣壓著 上肢基本上是無時不動的 視野沒有變化的時候 駕駛亦是比較平和穩的 所以幼一點來說 我覺得是幼了 但沒什麼所謂 因為主要是壓著軚盤來開車 好啦 其實Facelift之後 這個 中控台的屏幕 其實都變大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都大了 差不多 三分一 舊款的 我們看看這個 波棍的位置 這個也是 上一代寶時節都很喜歡用的 Panamera Cayang 都是用這個設計 這個也是比較舊款的設計 繼續保留 當然有人會喜歡 這些顯示的功能 我相信 接下來全新的 Mecan 都會 變成Panamera 那些 所有功能都集中在 中控台上 用鋼琴烤七 輕觸式的功能 不見 不過就是 大家的喜好 其實這個 中控台 當初推出的時候 很多車迷都覺得 很棒 我也覺得很棒 因為這樣就好像 進了一個 飛機駕駛 最好就是這裡 因為上面都配合了 是的 飛機師在那裡 啪啪啪啪 拍完一輪之後 就在下面 一撥 然後就 開飛機 這樣 哈哈 這一段 就一直有些斜路 可以試一下 這個 鋼琴 試一下 Sport模式 然後 Sport Plus 那 後的聲音 肯定是 高 重了一點 好了 20秒的 Boosting 我覺得有點像打機 我覺得 哈哈 還要那個咪啪啪下去 倒數12 19 8 7 倒數這個Boosting 令到 5 4 3 2 1 Boosting 因為 已經衝行了 這個 走道這樣上斜 這段 就覺得 完全 不費 吹悔之力 哇 畢竟都有350多坦 我猜 就算300坦 也不費 吹悔之力 350坦 就更加 力度 是來得慢 因為 譬如現在我故意鬆油 再斜路 再踩 它的轉數都很快 可以重新 是 這個就是 Sport Plus 是來回普通Sport Sport Sport 分別 感覺不大 我覺得 可能 引擎轉數 在高轉的時候 你就會 還有 延遲轉波的時間 不過 剛才迪sir 開快一點的時候 剛才我說的 那種 比較凹的感覺 突然又好像沒有了 這段路 其實比較漂亮 OK 因為我們剛才起步那段 每五步至十步 不是車的距離 是人行的 步行距離 五至十步 就有一個渠蓋 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多渠蓋 可能排水圈 要做得漂亮 以及海邊的公路 其實它的懸掛調校 其實是挺出色的 因為它是 反應真的很快 而且它可以 馬上撫平了 那個震盪感 變了 你越開得快 其實這個信心 就越大 我覺得 我容許它的 大盤加減 這個保時捷的 PDK波箱 其實也是 因為我們 我想 車評人來說 都挺喜歡 這個PDK 除了手波之外 它的轉波速度 我喜歡手波多些 手波 是特別好玩 如果大家有開過 舊款 911 那些硬橋硬硬 機械感 保時捷的手波 就更加好玩 正常有一種格鬥 你跟車要人車合一的時候 你都需要使用一定的力量 但是那些力量 合而為一之後 就去馬路 四個輪 罵著地下走 然後 你會由泰盤傳下來的路面信息 對一個喜歡駕駛人來說 當然一定是受過 但如果在香港 老美來說 現實一點去說 這套PDK是真的舒舒服服 甚麼都能做到的 不過題外話 剛才說到棍波 其實如果你真的喜歡棍波 我都建議你試試保時捷的棍波 因為它除了波棍的吸絕力 你入波那一刻 吸絕力是非常棒之外 最棒的是它的腳踏 油門和駕駛的分配 你也猜得像抽象的吸絕力 所以就叫你試試 其實是抽象的 有一件事比較實在一點 就是如果你玩爪子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油門和駕駛的距離和高度 是做得很合適的 就是 這個是用力的 手 我的手一踩 然後一踩 然後引過去就是 是的 但有些車不行 有些車要扭到這樣 即是手肘 手肘 你整隻腳都要這樣 打橫 變成遮柄 是的 還有 就算你腳位適合 駕駛的制動點的高度 又差一點 所以 寶時捷我覺得在這方面 真的 它的棍波做得比較出色一點 不止寶時捷 我覺得這世界上有 是 德國廠就是寶時捷 日本廠我就覺得Honda Honda 是的 不如我們給整體評價這架 MECANI 那你先說吧 我之前駕駛過的就是 聲威力慢的Turbo 和Turbo S 跳回這架普通的MECANI S 我覺得有些少少洗淨圓滑 即沒有那種爆裂的感覺 即是 如果你是駕駛Turbo S 最頂級Turbo S 那種感覺就是 嘩 你很衝動 整個人很有衝勁 血沸騰 這一架就覺得 很輕鬆 看位置很容易 尤其前座的空間也不錯 那 現在我們沒有 我們將它 一個普通Sport 由於是 在山路下斜 都沒有什麼 怎麼踩油 其實隔音做得很好 這一代 變得舒服 如果要給分 用數據化 用分數 例如 操控 10分 每分 操控 我都會給到7.5-8 沒有電子底盤 那麼好玩 但是 電子底盤 可以去到8-8.5 那 性能 基本上就是8 在香港 有足夠用 只是沒有那種澎湃 熱血沸騰 去拼命 那種感覺 整體舒適 那些 其實都去到8 9 那車廂 雖然說這一輛不是 車系裡面的 高級版 但是 裡面的內籠 譬如這個 大螢幕天窗 跟著 很簡單 按一下 一個 遮陽 譬如你不想曬太陽 你想曬的 光晚一點 也可以 我們想曠晚一點 那麼大面積 後座都可以受惠 那麼 後座空間 就 不少家庭 如果四個人 都是昂長六尺 那當然 後座不夠闊落 那如果 後座是 普通香港人的尺寸 的話 坐四個人一定 沒有什麼投訴的 除非你每一程都要坐五個 因為 坐中間那個 我想 除了一些特別大價的 MPV之外 坐中間那個一定都不舒服 那整體呢 這輛車我都可以給到85分 100分滿分的話 那我都跟迪sir的意見都差不多 整體評價我都覺得大概是85分左右 不過呢 有一件事值得提提大家 因為始終這副呢 就是3.0的V6的Twin Turbo 那我駕駛了兩天左右 那我就 真的 那個耗油量 我覺得 疼著來駕駛了 但是我發覺那個耗油量 都是比較偏高的 就去到11點幾 11點五左右 那我覺得呢 如果你是介意那個耗油量 或者你不太注重那個power 我就建議你 寧願買的Mecan 標準版 就用2公升的直四引擎 這樣呢 就會 省油的程度就會高一點 所以你一跳上Mecan S 用V6的時候 那耗油量呢 就會提高了一點 還有 就是 to be fair 他說 所有3公升的引擎 其實一定是沒有 一定高的 因為多了2個氣缸 肺活量都多了2個氣缸 沒錯 那自然就會 吃多一點油 那是合理的 但是當然 如果要 有得選擇的話 你想 我都是舒服的 那就是4氣缸 好啦 那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都要找地方 就是5座廟了 大家都 享受一個 今天天氣好 出一下街 吃個lunch也好 blunch也好 祝大家 週末愉快 還有聖誕快樂 祝大家聖誕快樂 好 拜拜